新冠病毒疫情期间 想出门看医生 却又怕被病毒感染 该怎么办 华兴保险总裁张国新表示 应该善用远端看诊服务 我们的服务人员 就会尽快地协助我们的客人 去用网络上面的服务 就是在网络上面或电话里面 可以跟专业的医生 见到面谈到话 而且现在几乎所有的华兴公司 都是说你如果用Teladoc的话 用电话上面的医生的话 他的口碑们都不收了 至少在疫情的这个时间里面 为了确保民众都能够得到 最正确且最及时的防疫资讯 华兴保险也将不定期举办 线上研讨会 在三月底的时候 就立刻开了Semina 讲什么 讲那个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PPP Program 这样子的话 让我们的客户第一手资料 在第一个礼拜就立刻有了 当我们听到那个Semina的时候 连我自己都觉得嘴巴张得好大 这又是有可能发生吗 政府借你钱 而且这个钱让你要照顾你的员工 然后如果用不完你才要还 如果用完了还不用还 听都没有听过 只有听过借钱 借有还再借不难 没有听过说借给你以后不用还了 所以说事实上面 你的保险经济 应该是你的这个触角 强调清楚了解 所有保险的保障内容与服务 才是对抗疫情的正确观念 观众查询更多资讯 请上华兴保险官网 东西新闻团队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